是中国作协全委员会的会员 他是河北省作协的主席 著有长篇小说全家福一座塔 小说及黑眼睛无法完成的画像等 他曾经获得人民文学奖 十月文学奖 小说选刊奖 小说月报百花奖 还有曹雪清华语文学奖 顺利文学奖等 一大堆众多的文学奖项 然后他有的一个短篇小说 无法完成的画像 荣获第八届卢迅文学奖 刘老师的作品 深受广大读者们的喜欢 也在专业作家那里 获得了一致的认可 谢谢周老师的介绍 看下来是吗 谢谢周老师 也谢谢刚才这个 何景同学啊 刚才陪着我在 什么语言大学的校园里 转了一大圈 这个季节的这个校园 确实很美 这个落叶 黄色的落叶 铺满了这个 校园里的小道 让这个 语言大学 虽然我觉得不是挺 不是很大 但是却是充满着诗意啊 让我回想起我的大学生活 大家能在这里学习啊 我觉得非常幸福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题目呢 是小说如何诞生 其实我是想 为什么要出这样一个题目 给大家讲一讲 也是从我的这个 阅读也好 写作也好 一个经验 来 给大家分享一下 交流一下 我首先从我 最近在读的一本书啊 大家 交流一下 最近我在 读一本书是今年出版的一本书 是一个非洲作家 莫桑比克的 米亚科托的一本小说集 叫 入业的生意 好像我们原大学里边 也有 非洲的一些留学生 是吧 就是 现在就是 我觉得文学啊 就是咱们的出版界的这个 对于国际的那种 最新的一些文学的作品的 翻译也好 出版也好 都比较 比较快 我们能很好地了解到 国际上的文学的一些潮流 最前沿的一些文学的 发展的一些方向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作为一个阅读者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福音 我就说 我最近读到这本书呢 我就 要有一些感慨 这个小说集呢 它 每一篇小说呢 都很短小 精悍 写的是非洲的 写的穆桑比克 非洲的大陆的一些事情 当然我们知道 非洲 大陆的 有一些历史 它是比较沉重的 有一些人民是 比较贫穷的 处在一些挣扎的 生活的边缘 这个作者呢 米亚科托呢 他其实是一个白人作家 这个白人作家 普语 是他的母语 但是他写的 小说的 主体的内容 基本都是 黑人的生活 当然他是处在 他们的中间 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他能真切地 感知到 他们生活的艰辛 也能够深刻地了解 他们生活的不义 所以当他写这篇小说的时候 写这一篇篇的 这个小说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当我跃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真实 当然这篇 这篇小说集之所以给我 让我觉得 这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作家 是因为 在他的写作当中 我看到了 我感觉到了 我们欠缺的一些东西 或者说他夺有的一些 小说的一些特性 那就是诗意 诗意 就是当 米亚科托 在写 那个大陆的 一些 挣扎的人们的 苦难生活的时候 他用一种 诗意的语言 诗意的叙述 去表写 句子非常非常地美 好像每一个句子 都经过着深思熟虑 每一个句子 都有着 完美的韵律 完美的诗意 而当 诗意和 我们要 展示的 苦难的生活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种 意想不到的 那种 刻骨铭心的 痛苦也好 以真切的感受也好 我觉得这是可能 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 但是我又想 为什么一个白人作家 在写 黑人的生活的时候 他会 写得如此 有自己的特性 如此 如此地 刻骨铭心 这就是 我要引出我们 今天我们要一个话题 就是 小说 究竟是如何 从一个作家的头脑中 涌现出来 语言 文字 故事 人物 究竟是如何 从 一个作家的 他的 具有想象力的大脑中 涌现出来 浮现出来 然后变成文字 变成一篇小说的 我想这也是 我今天要讲的 这个讲座的一个主体 跟大家交流一下 也是我自己的一些心得 也可能有 不妥的和其他作家 有不一致的那种观点 咱们也商趣 其实我们在 阅读小说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就是同样一个题材 其实小说 我们会发现 大家我不知道 看阅读小说 看文学作品 多不多 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很多作家 的作品 有的时候 它题材是一致的 你比如 写到一些 永恒的一些话题的 一些作品 比如说 《爱情》 类似这样的作品 它会很多 就是当我们 在阅读作品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就是当 你阅读 同一个 写同一个题材的 一个小说的时候 每一个作家 和每一个作家 写的都不太一样 而且每一个时代 的作家 和每一个时代的作家 写同一个题材的 作品的时候 它也不一样 千差万别 这同样就说明 一个道理就是说 文学 小说的写作 它具有 无限的可能性 无限的可能性 这也是我觉得 作为一个写作者 痴迷于写作 就是写作的 它的魅力所在 所以帕木克就说 他小说显示了 我们生活的 多样色彩和复杂性 当然 在背后 它也显示了 每一个作家 它的复杂 和独特个性 就是一篇小说呢 其实就对应了 一个独一无二的作者 那么小说呢 它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它 肯定它要有一个源头 当然它出自 每一个 独特的个体的作家 但是它肯定是 有一定可以追寻的 有章可寻的 有迹可寻的 这么一个源头 那么我们就顺着这个源头 慢慢地向上 去追寻 去寻找 像河流一样 福克纳就说 他说 他对我来说 往往就是 一个想法 一个回忆 或者是我脑海里的 一个画面 就是一部小说的萌扬 它说到了 小说的 来源的 一部分 就是 它最初的小说的源头 在哪里 当然这个 当我们去 细细地 去 追寻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其实小说的源头 不止一个 它像 我们去追寻 追寻一条大河的 源头的时候 其实 一些很大的 一些河流的源头 也不止一个 它有的可能是 在高山的 某一部分 也可能 在另一部分 就是 所以 当我们去 总结 或者寻找的时候 我想 它大致 有这么一项的几倍 最普遍 的一类 就是小说的 来源的 或者 作家的灵感 来自于哪里呢 它应该是 来自于 真实的生活 我觉得这可能是 最普遍的 一种 来源 听到 或者看到 生活中的 一些真实的 一些场景 或者事件 然后由此 在他的 在作家的 大脑里过滤 经过思想的 沉淀也好 聚集也好 然后 起一些 化学反应也好 然后 引发了他的 文学创作的 一些冲动 其实这样的作品 有很多 我觉得 很多很多的 文学 包括一些 文学经典作品 其实都是 它的源头 它的灵感 都 生活本身 当然 有可能是 它自己的生活 当然也有可能是 它看到 听到 目睹到 或者是 阅读到 一些生活的真实 比如 我们大家熟悉的 《罪与法》 托斯托耶夫 俄罗斯的 这个伟大作家 托斯托耶夫的 这个 最伟大这个作品 《罪与法》 因为这个 阅读 阅读这个 托斯托耶夫呢 是给我 一种 对一个写作者来说 我可能 跟普通的 作家的那种感受 可能 是 是有区别 就是说 当我阅读它的时候 我会想到 我作品中 欠缺的那部分 阅读托斯托耶夫 会让我 感觉到 如何深入到 一部伟大的作品 一部经典的作品 如何才能深入到 人的内心世界 如何才能让 人的 真实的人性 暴露无遗 让我们用文字 用文学 来很好地表现人性 托斯托耶夫的 这部小说叫《罪与法》呢 其实就来源于 一个真实的 生活 其实最早的时候 托斯托耶夫世界呢 他是 想写一个 罪汉 他想写一个罪汉 就是 酗酒呢 对于这个家庭生活的 这种影响 但是后来呢 他从 当时巴黎的一个 真实的一个案件 当中呢 受到了启发 这个案件的 一个主角呢 是一个杀人犯 当然这个杀人犯呢 他有一些 艺术的特质 他是一个诗人 他是一个诗人 然后这个叫 皮埃尔 然后因为 杀死了一个年轻人 也把他母亲杀死 然后他 进了监狱 正在等待审判 在他等待审判的 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个不安分的 我觉得这个诗人 他的内心 有些不安分 我想他可能 处于某些的目的吧 就是 他不停地在 还在不停地去 写作 写诗 写作散文 同时呢 还不停地 发表一些演讲 还要和记者会面 接受记者的采访 当他在 做这一切的时候 我猜测 他的目的 可能是会影响 引起公众的注意 博得 大家的同情 你看 我是一个诗人 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可能会博得一些 比如法官的一些同情 能够减轻他的一些罪责 等等 等等这样的嘛 就 肯定他是一个 当时一个 比较热的一个 社会事件 所以当 托斯特伊夫斯基 了解到这个 情况之后 跟踪他的这个事件之后 他就从 这个诗人皮埃尔的那种 他的这个 真实的这个生活当中 他受到了一些启发 然后他就 转变了自己 写作的方向 当然 除了 这个皮埃尔给他的一个 事件给他的一个影响之外呢 可能他本身的生活 就是这个 我们都知道 托斯特伊夫斯基的生活 非常的 曲折 有苦难 他 做过监狱 被流放 一度 甚至在年轻的时候 就要 被处决 当然 他是因为这个 参加一些这个 反政府的一些 这个集 这个小组的活动 然后 被 被抓进了监狱 被抓进监狱 然后要 面临着 处决的这种 结局 当然在处决的那一刻 当时是 当时 那个夜晚 对于托斯特伊夫斯来说 就是 他是 在他一生当中 我觉得可能都会给他留下 深刻的 或者 真的是 心理上的 那种阴影的 那么一刻 那个夜晚 对于他来说 生命的 即将 逝去的生命 突然 有一个转机 就要被拉出去 就要 枪命的时候 突然 行刑官告他们 你们 可以不死了 其实是给他们一个震吓 就是 杀方 下令 不触觉他们 要把他们流放 那一刻的 就获得一种 新生的一种 一种感觉 平临死亡的 然后当然他的生活 也非常苦难 就是他本身的生活 也让他 在这部作品里面 我觉得也得到了显示 他去写一个 贫困的 潦倒的一个大学生 在面临的 种种的 生活碰壁的时候的 那种心理的变化 那种绝望 失望 痛苦 挣扎 所以当他面对 一个放高利贷的 老妇人的时候 他的那种 内心的那种残暴的 个性 突然地爆发 然后杀死了 那个放高利贷的 老太婆和他的 无辜的妹妹 然后在漫长的 那种心理的 斗争当中 心理的这个 这个挣扎当中 最后当然选择了 去自首 就这么一个 漫长的过程 这是一个 伟大的一个小说 写的我们 内心的 心理的变化 当然 他之所以伟大 就在于 他写进了我们 看不到的内心 看不到的心理 看不到的人性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就是他来自于 生活的 当然还有 你像斯汤达的 法国作家 斯汤达的 红与黑 红与黑的 给斯汤达的 灵感 其实也是 取出一个 真实的事件 也是一个 当时 一个真实的案件 比如一个 神学院的 一个学生 神学院学生 然后到一个 富有的家庭当中 富人的家庭 去当教师 当教师 然后勾引了 他的太太 教师的太太 后来又到 另一家 去当牧师 又勾引了 房东的女儿 事情败了 暴露之后 他毕业以后 没有一个神学院 愿意接受他 所以他就怀恨在心 然后枪杀了 他第一个 在这当教师的 家里边的太太 枪杀了他 然后开枪自杀 也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当然在斯汤达最后 成文之后 成为一个 完整的小说之后 他赋予了 这个主人公 可能跟 更多的一些意义 比如让他 从一个恶棍 变成一个 对特权阶级 充满憎恨的人 当然也 为了自己的 向上爬 或者要挤身于 这个上流社会 不择手段 那么一个人 当然他内心的 那种世界的 内心的那种变化 或者是内心丰富的 那种想法 写得非常充分 就是他 把它更加丰富 他不只是 他不只是一个 那么一个恶贯 一个残酷的人 而当我们看 公予恨音的时候 看到于莲这个典型的 这种文学经典形象的时候 有的时候 可能我们还 列微地对他 抱有一丝同情 就是这么 当时社会当中的 就是 往想挤进 上流社会 他有多么的艰难 就是他要 不惜要采取 一切的手段 一切的方式 要做一些 不可想象的 这么一些事情 所以 就是他比 就是 所以从这一点 我们也 从这样一点 我们也开始发现 就是来源于 生活的这些故事 或是来源于 生活的这种原型的 这个 它会比 生活原型本身 更加丰富 我觉得这就是文学 给我们带来的 这种冲击感 就是文学 为什么 我们会感觉到 它比生活本身 更加丰富 我觉得这也是 文学的魅力 当然那个 还有 像纳布科夫 俄罗斯的这个作家 纳布科夫的 这个洛丽塔 也是来源于 真实生活 就是他 纳布科夫呢 就喜欢 平时呢 收集一些 这个 卡片 比如说他 一些新闻事件 比如他 他要写 写一个什么 题材的一个 一个小说的时候 他就 有意识的 有意识的收集一些 比如一些 比如一些 那个那个 什么什么 案件 事故 有意识的收集一些 这些东西 做成卡片 然后 最后 从这些 这些当中 然后他 他获得 获得灵感 然后成为 而且他 这个洛丽塔 这个长片 说的 一部分 当然 可能更多的 我觉得 除了这个 道听途说 或者是 从其他人的生活当中 获得灵感之外 可能还有一种 就是来源于 作家自己的生活 这也有很大一部分 就是来源于 自己 自己的生活 现在我们 提倡 就是作家 每一个写作者 要深入生活 扎根人们 为什么 就是要 在生活中 足够的生活的 这种体验 经验当中 去获得灵感 去获得 你丰富的那种 资源 丰富的题材 丰富的素材 就是 比如说像 那个 我们知道 这个白金 也是一个 文学经典 美国的作家 没有人有 白金 其实说到 这个白金 这部作品 我就联想到了 另外一个 写同样一个 题材的一个作家 叫海明威 老人英海 他写过一个 老人英海 当然他是一个 中篇小说 这个白金的 这个长篇小说 他们都是写的是 如何与 一个鲸鱼 去搏斗 但是完全是 不同的面貌 完全不同的面貌 就是这个 当然 我觉得两位作家 其实都是 来源于 自己的生活 海明威也喜欢钓鱼 他喜欢冒险 但是 美尔维尔呢 他是 被生活 为生活所迫 为了生计 他不得不去 做一些工作 比如船员 海员 他做过海员 另外他还 做过 这个 普京 普京手 普京员 在这个 南太平洋上 跟着一个普京船 然后做个 头插手 做个头插手 近距离的 接触 亲身体验的 就是 作为一个 普京 作为一个 普京 普京的人 如何去普京 如何去 应付那些 单调 枯燥 乏味的 那种 在 普京船上的 生活 当然 也面临着 如何与 各种各样的 与 去 搏斗 所以他 正是因为 他有这样的 亲身的 那种生活的体验 所以当他写到 写出这个白经的 这个长篇小说的 我们会发现 它更真实 如果你没有 这样的生活 你写不出这样 你是写不出 这么 很生动的 很真实的 那种细节 而马尔克斯 也一样 马尔克斯呢 其实写作 我们知道 他最经典的 长篇小说 是这个 百年孤独 每一个作家 其实我觉得 在写作 一部作品的时候 尤其我觉得 你要写出 一个经典的作品的时候 其实 他在写作之前 那种纠结 和痛苦 可能是 比在写作当中 可能更甚 就是如何 如何去构思 它会在 可能你的 头脑中 它会沉淀很久 当然 如何去 写下第一 句话 第一个字 可能也是 很艰难的 就是 其实小说 它第一句话 是 很重要 开头 与结尾 都很重要 当然 中间的过程 也很重要 当然 往往 一篇小说 是从 一个好的开头 开始 其实马尔克斯的 百年孤独 就是从一个 好的开头 开始 我们都知道 他那个 著名的那种开头 他那个 百年孤独的 第一句话 他影响了 中国的 太多的作家 从八十年代 到现在 当然 从八九十年代 他影响 更多 影响作家 影响更大 他这句话 多年以后 面对行刑队 奥利雷亚诺 布文蒂亚上校 将会回想起 父亲 带他去 见识冰块的 那个遥远的下午 是吧 这是最经典的 这个开头 当然一开始 肯定 马尔克斯 他不是凭空 就一下子就写出 这么一个 开头呢 马尔克斯 也是想了很久 写这个 这个长篇要说 但是也是没有头绪 但是有一天突然 就是他在 旅行途中 他要去一个地方 一个 有个圣地 去旅行当中 他开着车 听着马达的那种轰鸣声 看着外面的那种 山水风景 突然脑子里 就冒出这么一句话来 当然可能 那个那句话 不是这么完整 但是那句话的大致的那种方向 就是这么一句话 那句话突然一下子 让他的灵感迸发 让他的 一直在纠结的 如何去写这篇小说的 这个想法 豁然开朗 所以 马尔克斯马上停止了 他的旅行 赶快回去 开始了写作 所以 马尔克斯的写作 我们发现 他的灵感 是从一个句子 一个开头开始的 这也很神奇 当然这样的 作家 我觉得他是有天分的 这样的这个 一个句子 引起 你的灵感 一个作家的灵感 写出一部伟大作品 经典作品 我觉得往往 这样的作家 真的是一个天才的作家 还有的 还有的作家 他的灵感来自于 一些画面 比如像 刚才我开头说的 福克纳说的一句话 福克纳他就是来自一个画面 他突然 他脑子里闪现了一个画面 就是一个小女孩 穿着肮脏的裤子 爬在树叉上 然后由此 从这个画面 他就联想到了 他的童年 他曾经经历过的那些生活 然后他 有了 宣化音 骚动的 整个的小说的那种脉络 还有的作家 他的这个灵感 他的小说的源头 来自于 一个念头 你知道 葡萄牙的作家 萨拉玛格 他最著名的那个 场面也说 《失明症漫迹》 《失明症漫迹》 是一个非常先锋的 一个现代派的 一个小说 当然 我们现在可以用 现在我们看网络 小说比较多 很多网络 作品呢 其实它都是一种 架空的 是吧 架空于历史 架空于现实 架空于生活的 它可以凭空创造一些 其实我觉得 其实很多的这个 天文派的作品 作家的作品呢 我觉得也可以 归结为 用架空于现实的 它凌驾于现实 当然我们以前说 它是超现实的 其实跟现在的一些 网络作家的 写作的那种 方式 我觉得是一致的 它都是架空的 他 萨拉玛哥呢 就是他 他的这个小说 这个《失明症漫迹》的小说 的这个源头 其实就来自于一个念头 也是他是 在餐馆里吃饭的时候 看着来来往往 这么多人 云云众生啊 马路上的 他在靠 靠窗的那个 那个餐桌上 吃饭的时候 饭店里 人也不少 当然街道上 更是源流 传动 当他看着这一切的时候 他突然 就想到了一个念头 如果这些人 他都是盲人 他会怎样生活 突然冒出这么一个念头 就让他 想到了我要去写 这么一个作品 然后就有了 《失明症漫迹》 这部伟大的作品 当然我们还可以 去很多 比如像这个 波尔赫斯 波尔赫斯呢 因为他眼睛也不好 当然他一生 就和图书馆 和读书 有着不解之缘 从小他们家 当然他也有个富有的家族 他的父亲藏书很多 从小就受到了 就阅读的这种熏陶 所以他后来 也一直在图书馆工作 在国家图书馆当馆长 后来因为眼睛失明 后来就让助手给他读 是吗 当然他的生活 其实我们会发现 他生活其实是很单调的 但是他能从阅读当中 获得大量的灵感 我们会发现 他的很多作品 其实是从阅读中 获得的灵感 所以他这图书馆 我觉得他 他说 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样子 因为他从图书馆 从图书当中 获得了太多了 人生的启迪 文学的启迪 当然还有的 比如像 有些小说的灵感 来自于记忆 来自于记忆 刚才我提到的一个 纳布科夫 纳布科夫就说过一句话 他说 生动的追忆 往显生活的残留片段 似乎是我毕生怀着 最大的热情 来从事的一件事 他的很多这个作品 都来源于他的记忆 当然我们刚才也说到 像马尔克斯 像布科纳 其实很多 他们作品也都是 从童年的记忆当中 获得了一些灵感 嗯 当然另外第二个就是 艺术的积累 艺术的积累 写作者 尤其是我 写小说的人 他需要经历 我从我个人的这种 写作的这种经历 经验出发 也许我可能 比较笨 拍窃比较晚 我是写的 比较慢 嗯 发表作品也比较晚 所以就 我觉得就是 就是艺术的积累 对于我来说 是非常重要 我经过长期的训练 我从大学时期 像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 我从大学时期就开始写作 大学时期就开始写作 然后呢 是我85年上的大学 一直到95年 大学毕业若干年之后 我在发表第一篇小说 相对来说 相对那些 有天分的作家 天才作家 还是比较晚 有的作家 十七八岁 十八九岁 二十来岁 就已经 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 而我到95年的时候 才发表第一篇作品 在上文学发表 第一篇小说 制造 当然在这儿 我觉得 在我发表作品之前 我觉得 那十年 是必不可少的 它是一个 你不断地在阅读当中 在汲取 其他的前辈作家 伟大作家的那种 营养之中 其实你的 对艺术的把握 艺术观念 艺术的理解 都在发生的变化 都在悄无声息地 默默地发生的一些变化 只是你自己可能不知道 但是你已经 获得了足够的营养 足够让你 去写出 比前一年 前两年 更好的作品 就那个时候 小说 文学作品 才能 过途而出 所以我说 灵感 不是偶发的 它不是从 天而降的 它也不是一闪念之间 就像 萨拉玛格的一闪念之间 它要写一个长篇小说 当世界上 所有的人 都成为盲人之后 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 它不是 一闪念的 它必须是 当灵感 与生活积累 与艺术积累 三者巧妙地结合之后 产生的一种 必然的结果 那么 我就说到 我的小说 大家也 刚才 周教授也 介绍了我的这个 简历啊 有一个短篇小说 二二年获得了鲁兴文学奖 叫 无法完成的画像 这篇小说写的是 一个画像 一个画师 去给一个 人画像的 这么一个过程 当然这个过程 有点 一波三折 那么一个过程 那么这篇小说 我就从我自己的 这篇小说出发 我们来看看 就是一篇小说 究竟它是怎么 究竟怎么是 从 作家的头脑中 慢慢地 生根 发芽 慢慢地 长成一棵大树 让我 讲我自己的小说的时候 我可能 更自信一些 我这篇小说 不好意思 我以自己这篇小说 做一个例子 我这篇小说呢 我写到了 写的是一个 画像的一个过程 为什么要写 这样一个小说 我的源头 灵感来自于哪里呢 这是因为我 十几岁的时候 初中的时候 有过那么一个 短暂的学习 画画的一个经历 学习画画呢 我不是像 一般的 现在好多艺术生 要考大学的艺术生 他都是按部就班的 可能要从素描 从水粉 学起 我可能画画过程是 从一个很特别的 一个门类 艺术 美术的门类开始 当我父亲看到 我在纸上 乱写乱画的时候 好像感觉到 我有那么一丝的 那个 画画的那种天分 然后就 心血来哀潮的 我找了一个老师 他们单位的一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俱乐部的一个 一个 美工 美工就画这个在 俱乐部就是电影院嘛 电影院 他们他们单位 俱乐部的一个 美术画工 他画什么呀 画这个海报 当时 现在很少 现在都是印刷 印刷的呢 以前的那个 八十年 七八十年代 这个电影院 俱乐部 外边的大海报 都是自己画的 因为他 他有一个 一个原始的 那个 画面 然后自己 用水粉去画 我这个老师 就是画这个 海报 电影海报 当然他 还有另外一个技能 就是他是 他也是自学成才 他也不是科班出身的 他 他家传的一个 就是画那个 碳精画 碳精画 碳精画是用碳精粉 然后用毛笔 在素描纸上画 是以画像为主 以画像为主 画人像 然后我就跟这个 我姓徐的这个老师 我学了 短暂的一段吧 这个碳精画 然后有这么一个经历 所以我就想 把那段经历 从写作之后 我就一直有 这么一个狭话 想把那段经历 写 写一个小说 而且我后来 就是21年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动笔了 我要写 那么一个小说 可能就是 在 把这个 我和老师之间的关系 什么的 都放在 其实我 跟我同时代的 这么一个背景之下 实在 时间背景之下 但是他写的时候 我其实写的不是特别顺 正好是21年的时候 我搞这个 党史学习教育 然后我又 读了很多 读了很多 那个党史的一些资料 读了很多党史的资料 我又从网上 从孔夫子上 买了一些 就是我生活的那个城市 河北 邯郸 的一些党史的一些资料 我买了很多 阅读了特别 特别多的 从当时的那种 当时 人物也好 故事也好 历史事件也好 从 他们当中 我也 在我脑子里也盘旋 盘旋 然后我就 又想到了 我小时候经常 在小学 中学 经常去 烈士灵园 我在邯郸有一个叫 很大的一个烈士灵园 叫 晋济鲁豫烈士灵园 四省的烈士灵园 一个 小时候经常去 去夜灵 就是每年 清明节都要去 就 想起当时的 这么一个经历 所以当这三者 结合到一起的时候 我就突然地 脑子里就 好像就 有一道闪 闪电 照亮了 这个写作的 前行的这个道路 有的时候 真的是一个写作者 我觉得写作的时候 始终是 包括现在 因为我是 后来我 一开始 我大学毕业在 工厂工作 后来因为写作 调到 作协 河北省作家协会工作 我最早是 是做编辑 在我们一个大型期刊 长城杂志 也许可能大家有的看过 在长城杂志当编辑 读了很多 自由来稿 包括一些作家的来稿 我对一些这个 也编了很多 很多小说 有一些感想 就是说 其实你 当读他们的小说 你会发现 有些作品 不成熟的作品 你会发现 其实 当然做一个作家 确实是很难 就是有的作者 其实他一直没有 受到闪电的光顾 就是他一直在写 当他一直在写 写这篇小说的时候 其实一直是 灰暗的 一直是 他写作的道路 一直是昏暗的 就他不清楚 就没有东西 没有那种 真的是 特别有灵感的那种 思想也好 人物形象也好 故事情节也好 来照亮他 照亮他 整个写作的过程 所以我就说 为什么 我们看 有些优秀的作品 我们会觉得 你自己都会被照亮的 就是因为 当他自己在写作的时候 他始终被那些 特别优秀的想法 照耀着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这是要 写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只有你被照耀过 你才能照亮别人 照亮别人 一个文学作品 写作过程就是被照耀 然后你再照耀别人的过程 所以我继续说 我的这篇小说 所以当我被 这个突然的 这个想法照亮的时候 我感觉到了 我这篇小说 已经 慢慢地 在我的脑海中 清晰起来 只有当 这三者结合起来 在你脑子里 清晰起来之后 你才能下笔 你才能动笔 那么 接下来 我们刚才就说到了 我们灵感拿去哪里 一篇好的小说 一篇好的文学作品 我们是需要灵感 需要被激发 需要碰撞 需要被照亮 当然 用了这一切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 也就是说 有了一个好的开始 那么 怎么样 把这些元素 变成一篇完整的 很好的一个小说 才能有一个 很好的故事情节 才能有 令人信服的 独特的 属于你个人 就是个体作家的 那么一创造出来的 人物 人物 形象 这小说 接下来我讲的 可能就第二个问题 灵感之后 是 发展 如何发展 小说如何发展 我觉得第一个 一篇好的 小说 重要的是 第一个 需要我们考虑的一个 是细节 我觉得细节 其实这个细节 大家讨论的 讨论的比较多 作家们讨论的也比较多 就是文学界讨论的也比较多 为什么我们要讨论细节 就是因为细节 对于写作 对于文学作品来说 太重要 太重要了 今年我还用 光明日报 他们的邀请 我给他们写了一个 就是有关细节的一篇文章 我那篇文章的题目就是 有异柄的细别 细节 有异柄的细节 是 小说充沛的氧气 就是足以说明 就是我把它比作氧气 细节是 文学作品当中的氧气 只有 当你这个 有足够的细节 足够的 属于你个人的 我觉得这个细节啊 为什么我说有异柄的细节呢 就是 文学作品的细节 其实是 属于作家本人的 因为每一个作家 和每一个作家都不一样 他考虑 刚才我也说到了 当我们阅读 同一个题材的 文学作品的时候 每一个作家写的 和每一个作家写的 都不一样 所以有的时候 有的作家比较悲观 我觉得 比如他说 我们的前辈作家 已经把 比如这同一个题材 写绝了 写绝了 你不可能再创造出 再伟大的作品 其实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我觉得 每一个作家 和每一个作家 他的大脑是不一样的 他大脑是不一样的 他大脑里边的思想 也是不一样的 思维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他去创造 当他去构思的时候 也是完全不一样 他同样 为什么就是文学作品 生生不息 每一部 我们觉得包括影视 电影 其实也是文学的范畴 同样的题材 你可以反复地 反复地去 去演绎它 可以反复地去创造 创新 所以就是 当我要去写 我这篇小说 《幻化完成幻象》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 首先我想到的细节 因为我把这篇小说 定义为一个 革命历史题材 因为我把时间 当时我最初的那种想法 我已经改变了 我不放在我们当下 而是往前推 再推个几十年 我放到 革命历史时期 所以当我把它定义成 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时候 我想到的 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作品 因为写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太多了 红色的那些东西太多了 都是这些宏大的直面的去描写 战争也好 人性也好 战争时期的爱情也好 对于革命的追求也好 都是直面的正面的去描写 已经非常非常多了 我就想 我不会那样去 尤其是作为一个短片来说 如果我去直面去描写的时候 它的那种承载度 它的内容的含量 会大打折扣 所以我首先想到细节 独特的细节 有一柄的细节 我刚才说有一柄的细节 所以 我就 把我这个经历 画画这个经历 而且这个画画 不是普通的那种 素描水粉 是探经 因为掌握这个记忆的人还是很少 就是探经画 它是 咱们国家 咱们中国的一个 很传统的一个记忆 然后我就想 去用这个细节 然后定了这个细节 之后 其实 刚才我也说的 当你被这些照亮的时候 在写作中 创造中 被照亮的时候 你会一步一步地 慢慢地向前推进 它会一步地让你 你每走一步 也许前面 这一步之前 它是灰暗的 昏暗的 但是当你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我想到了细节的时候 那前面那一步又会照亮 又会照亮 那么 当你又定了细节 那么 它是用什么样细节 那么我们用什么样的细节呢 怎么去写呢 怎么去选取的呢 我觉得细节 它是有 个性的 它是 深深地打上个人的烙印的 刚才我也说到了 就是 这一篇 同一个题材的一个作品 为什么不一样 不一致 就是因为 每个作家和每个作家的 个体是不一样的 那么细节也是 每一个作家和每一个作家写出的细节 也是不一样的 当我写用碳金粉去画像的时候 那肯定 跟另外一个作家 有同样经历的作家 去写这样的 它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 当我们选取什么样的细节的时候 我觉得 它必定是有自己 作家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 必须是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 有自己的个性的色彩 我的独特的 这种经验 放在这篇小说的时候 可能会起到作用 别的作家 可能他那种 那种经验 就放在那时候 就不起作用 所以这是一个 就是个体 个体经验 个体经验和普通经验 相结合的这么一个过程 当你把个体经验 如何让它成为 一个大家的一个共识 这是一个 文学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 当 当选取了这么一个细节的时候 那么 这个细节呢 我们还要具体的要求 我觉得细节呢 铺成呢 铺展呢 它必须要符合 故事发展的规律 在这篇小说里边 我这篇小说里边 我写的大致的 可能有同学没有看 我大致的一个 一个一个 小说的一个 故事情节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画师 一个画师呢 一开始都没有 不会交代他的背景 就是一个画师 要给一个 被请去 给一个 人画像 通常呢 就是这个碳金画呢 就是 他会给逝去的人 去画一张像 画一张像 然后 当时你肯定是 当时摄影技术 不发达嘛 没有那么普及 你想三四十年代 肯定是没有那么普及 就是以这种传统的 这种画法来 把亲人的形象留下来 然后挂在家里 然后他被请去画 在这个小城里 其实我 我这个 背景的 就很具象的 放在了就是 我生活过的这个城市 叫邯郸 因为邯郸 为什么放在那里 因为它 正好符合 它对这个历史的背景 因为邯郸是 应该是 新中国 解放的第一个城市 第一个城市 四五年 1945年就解放 因为当时 那个1290 在太阳市 在射县 在射县 驻扎 刘邓大军 然后解放第一个城市 就是邯郸 然后那个 其实我 整个的这个背景 就是 在他解放之前的 这么一个过程 写这个故事 当然 我刚才也说 我没有去 正面去写 这么一个解放的一个过程 我只是 把它放在了一个 画像的 那么几个人的 人物身上 从他们 的这么一个 细节当中呢 去展现 这么一个历史背景 革命历史背景 然后就 他去画像呢 然后这个 是 一个 女孩 我这个女孩的名字 叫小青 是小青的母亲 给他小青的母亲画像 是被小青的舅妈 请去 给他画像 然后这个 叙述者 是徒弟 是这个画师的徒弟 整个叙述 这个视角是 由他来 去讲述的 我跟着师傅 去给 小青的母亲 去画像 然后 画像 地 一开始是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那种 画像的那种时间 去画 但是 这个徒弟 在画像的过程当中 发现一个意外的一个 现象 就是以前呢 就是可能 画像呢 不会那么长时间 有的时候 可能一天就能画完 但是他会 他发现 这个师傅呢 他发现师傅 画得非常慢 画得非常慢 特别特别慢 等会儿我后边 还要讲一些细节 非常非常慢 和平时不一样 然后画 将要 当然要画完 这幅画的时候 他们把 画像 放在这个 小青家里 然后回去 因为很晚了嘛 第二天再来接着画 以前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然后 结果后来第二天来了之后 就发现 画像没有 没有完成的 这幅像已经不见了 后来在门口的那个脸盆里面发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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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 已经被烧了 没有完成 被烧了 被烧了 然后就 他们也能猜到 是这个 小青 然后就问小青 是不是他烧了 他就哭 其实被小青给烧了 为什么他会 他会烧这个画像呢 是因为他 不愿意承认 他的母亲已经 死去 因为他母亲 其实是已经失踪了几年 到现在其实也找不到 他只不过是 他的哥哥和嫂子 已经 感觉到他已经 不在 人间了 所以要给他画这么一幅像 这是第一次 画像 第二 然后呢 他就 重新画嘛 然后又重新画 就师父又重新画 但是过程又非常漫长 而且他感觉到 这个师父 就是师父 又感觉到师父 在画像的过程中 好像内心世界 有一些变化 当第二 第二次画像 要突然 要结束的时候 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候 结果那 他们为了防止小青 再把这幅画像 把它烧了之后呢 然后 他们就拿回 他们的画石 拿回画馆 结果当天晚上 当他睡 睡醒之后 突然从梦中惊醒之后 他突然发现师父不在 然后呢 他跟到这个门外边 画室门外边 他发现 师父正在把那幅画像烧掉 这个到这个时候 他也没交代 师父是个什么人 然后 这个画像 就没有 没有完成 为什么没有完成 就是 没有 无法完成 这是前两次画像 没有完成的过程 然后就转到 假设的结尾 必须有第三次的 画像 那样的过程 就是到了 解放之后 坎南城解放之后 历史灵园 建了一个历史灵园 这都是 历史灵园是有真实存在的 还是从这儿获得灵感 然后 徒弟呢 又开了 就继承了这个 这个 这个师父的这个 这个画馆 师父后来就不见了 因为解放前夕嘛 他肯定很乱的 师父也不见了 然后他就 突然 迎来了一个 小姑娘 那时候小姑娘 几年之后 四五年之后 大一些了 他说我是小青 你还记得我吗 我来 找你画像 画我的母亲 这个时候 谜底要揭开了 这个小青就告了他 他从新建成的 历史灵园当中 看到了一幅照片 那幅照片里面是 四个战友的一个 照片 这四个战友 一次是 他的父亲 母亲 还有 现在 历史灵园的一个 园长吧 类似吧 也是革命者 参加过革命者 然后就是一个 另外那一个人 就是 这个画师 也就是这个 徒弟的师父 其实他们是战友 这个时候 你 迷得才揭开 为什么这个画师 在画这个画像的过程当中 他会 画得那么慢 那么辛苦 那么痛苦 那么漫长 就是因为 他也不愿 他像小青 小青是不想 不希望 不想 不承认 自己的母亲 已经去世 而这个战友 肯定也是 那么一个想法 他也不愿相信 他的战友 已经去世 其实他们已经在 我都没写到 他们如何去参加革命 如何去参加战争的 但是他们就是在 已经是 跟随着革命的队伍 在革命当中 牺牲了生命 当然这个师父 肯定是 也是在随后的那种 解放前夕的那种 非常动荡的人 也牺牲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那么我 那么这个细节 是怎么展开的 那么我 首先呢 刚才我也说到了 这三个过程 这画像的三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呢 其实就是 把这个 这篇小说的这个 是一个带入的 就是要交代 要交代这篇小说的 这个时间 地点 人物 他引出了这篇小说 的几个主要人物 几个主要人物 当然更主 主要的人物 还没有出来 只有 当我们 读完这篇小说 最后一个字的时候 就是更主要的人物 才浮现出来 而这两个人物 始终没有出现 所以这个 第一个细节就是带入 第一次就是画像的过程 就是舅妈为什么要请 这个师傅画像 因为呢 就是在这个舅妈说 就是这个 交代 就是她 已经 失踪了好几年了 她的这个 小姑子吧 等于是 小姑子 已经失踪了好几年 然后在这个 小说当中呢 这个细节当中 也交代了 就是为什么 她跟着 她作为一个普通的 普通人啊 城市市民的普通人 她可能不了解的是 就是 她的这个 小姑子 如何跟着那些人 神神闭闭的人 去 去了一些地方 她也不知道地方 然后 然后这是 这是一个就是叫 交代时间 背景 人物 这是 这是第一个 然后这个 第二个呢 就是把故事呢 把故事 第二个细节 第二画像的过程 烧 烧掉 师傅说烧掉的 就是 故事 进一步 往前推 进一步往前推 更加 这个悬念 更加 更加大 给我们留下 更大的一个悬念 就是 师傅为什么 因为当时我们没有交代 这个师傅是谁 他为什么要 他为什么要 要那么漫长的 有一个画像的过程 那 师傅是谁 在每一个阅读 的脑子中 都会产生这么疑问 师傅是谁 所以自然而然的 我们的第三个细节 就出来了 那就是 解放后 小青重新 来 找 这个徒弟 这是一个徒弟 已经在画室里 他 他成为画师 来找他画像 来 揭开 谜底 揭开 人物的面纱 这 最后我才知道 师傅是 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所以 就是 其实我们 写画像 其实是 在写 革命人物的形象 就是 言此几笔 言此几笔 没有 这个 整个小说 一万字的小说 没有写到任何一句 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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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是怎么打的 他们是怎么牺牲的 但是你读完之后 你才豁然开朗 原来是这么回事 当然 这个 细节 除了 细节 除了 我们要 合乎这个 这个故事发展逻辑之外 它要 成为 这个 推动故事的重要的一环 你比如说像这个 我们大家 学过的一篇课文 大家都熟悉的 像莫伯桑的小说 是吧 项链 项链这篇小说 它应该是在 高中还是 初中 我忘了 我们学的时候 可能是高中的时候 这一篇课文 这个 这个项链就是 其实就是一个大的细节 它就是通过一个细节 来展开 整个的小说 甚至 整个人物的这种命运 整个人物的这种形象 把一个文学 一个经典的文学形象 非常 明晰的树立在文学史上 它就是一个 是吧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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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爱慕 虚荣的一个女人 因为自己的这个 生活 没有那么富裕 当她的丈夫说 要参加 某个领导的 对吧 一个宴会的时候 她就不想去 然后内心 有纠结 我就这样 我衣服啊 装饰品啊 都不如别人 当时不丢人吗 是吧 这是很正常的一种 心理的反应 所以后来 她就想去借 项链 借朋友的一个项链 借她的一个 一个 一个闺蜜 一个发小的 一个项链 所以她 如愿借到了 然后 她也如愿地 在 那个 舞会上 宴会上 受到了大家的 这个羡慕的 眼光的瞩目 她 归结为 自己带了一条 明晃晃的 高贵的一个项链 她也很陶醉 很享受 那个夜晚 那个舞会 但是当她 回去之后 突然发现 这个项链丢了 这个时候 她的心情 突然跌到了谷底 突然 从热 转凉 就是这么一个细节 我丢了项链 我借了项链 这个细节 我又丢了项链 你看 她都是 一步一步的 就是 为什么我们说 游戏的 作家们 她高明 高明在于哪里呢 就是在于她 善于 捕捉到细节 但同时 她也要善于 去处理 运用 细节 她要让细节 为 故事服 她要推动着 故事 一步一步的 一步一步的 向前发展 所以在 项链 这篇小说里 我们会发现 这个细节 借项链 开始了故事 然后丢项链 突然 故事 就推向了另一面 意想不到的一面 然后 这个主人公 女主人公的生活 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 她本来 她可能就是一个 很平常 很平淡 很平淡 但是肯定也是 很幸福的 她和丈夫也很恩爱 很幸福的这么一生 可能就 从此就这么度过 但是就是因为 这么一个细节 然后 她的生活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她不好意思 告诉 有她自己的那种 尊严 她不好意思 告诉自己的这个 这个女友 说我把你的项链丢了 她怎么去面对 她的女友 然后 她就想到 另外一招 就是说 我要 重新买一个 一模一样的项链 要还给 我觉得她是 她 她的自尊 这保留她的自尊吗 我还给 我的女友 当然 她也这么做了 借了 高利贷 借了很多很多钱 两口子 借了很多很多的 高利贷 买了一个 昂贵的 跟这个 一模一样的 一个项链 还给了 她的女友 然后在 以后的十年当中 她的生活轨迹 就突然地 转变了 突然转变了 细节 接着往下走 然后来到了 最后的一个细节 这细节 你看一个细节 一二三 这三个细节 慢慢地推动故事 达到了高潮 揭开谜底 跟我这小说 有异曲同工的 当然我 我跟她的小说 有异曲同工的 妙处 就是说 当她十年之后 在公园里 碰到 她的女友的时候 她的女友 她上前给 女友打招呼 她看到她的女友 好像仍然 是那么青春 那么亮丽 那么美丽 仍然保持着 生命的活力的时候 她可能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在 这十年当中 为了还账 为了还这个高利贷 她付出的艰辛 付出的所有的 生活的努力 已经在她的身体上 在她的面容上 面容颜上 在眼角 在额头 在头发上 在 手掌上 都已经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 她已经成为一个 花白头发的 满脸皱纹的 经历过生活 沧桑的 那么一个 苦难的 磨难的 那么一个女人的 那种 沧桑的那种形象 所以当她上前 跟她的 女友打招呼的时候 她的女友 已经认不出她来 十年 可以说长 其实对 也不算长 她完全没有到 一个老妇人的 那种 改变的那种状况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会发现 当她的女友 说出那个谜底的时候 这篇故事 这个小说 就成为了经典 她的女友说 那是一个假的 那不是一个 真的 钻石项链 而她 所有的付出 这十年 所有的付出 可能对她来说 从一方面来说 我们正常的 从一方面来说 可能对她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胆意 但是对我 我从另一方面 我们从文学的 这个 丰富的含义方面 去理解 这篇小说 可能会有 另外一种解读 那就是 其实 这样的磨难 对于 有着 那么 爱慕虚荣的 那种想法 一个女人 是吧 对于生活 当然她也 对于生活 充满着向往 她也渴望着 得到更好的生活 对于 这样一个女人 来说 我觉得也是一笔财 我觉得这是 可能这是小说的 一个意义 更加丰富的 另外一层的意义 就是这篇小说 是丰富的 它不光是 它对她的一种惩罚 对她暗默系 一种的惩罚 更多的 我觉得对她 以后的生活 对她来说 它是一种财 这是文学的意义 文学的意义 不是单方面 它是可以 向不同的方向 去发展 所以我们 会发现 就是真是好的作家 他是善于去利用细节 同样 我这篇小说里面 一样 也一样 我也是就是 把这个小 同样是画像的 这个细节 把它一步一步的 一步一步的 把它故事 推向 更远的地方 更远的空间 更广阔的一个空间 我觉得这是细节 能给 这个细节能给我们 这个文学作品 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品 当然 细节为 我们说 细节是为 故事服务的 为了故事服务 为了故事发展 为了故事 推动故事发展 当然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 细节要为人物服务 其实我刚才讲的 其实都是一样的 要为人物 要为突出这个人物形象 要为突出我们 要去 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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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物形象 去服务 因为细节 确实 它是 它是丰富人物形的 重要的手段 其实我很多 我爱举这个水浒传的理由 水浒传大家都看过 因为水浒传大家比较熟悉 所以你讲起来的时候 大家能够有沟通 有共识 我觉得水浒传呢 是 水浒传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 不同于其他的这个 小说的一个 很独特的一个写法 你看水浒传啊 它是写 它写了众多的人物 写众多 人物众多 人物众多 它又不是那种 平行的写法 也不是像那个 由故事来带动 带出来一个一个的 它是 好像那种串红入的 那种写法 比如说像 用一个人物 诶 写完这个人物 然后立马自然地转换 到另一个人物 串起另一个人物 串起另一个人物 比如写 写到这个 鲁之参 先写鲁之参 诶 然后自然地 转到临冲 我还举临冲的例子 因为水浒传里 是太多的细节 因为我们 你看我们那个 中学课本里边 有很多水浒传的这种 经典的那种片段 比如像全大真观西 是吧 怎么 这个鲁之参 怎么买肉 怎么买肉 怎么打正观西 然后打的这个 这个正观西 这个脸上的 这个鲜血 鲜血横流 鲜血 四剑 什么红的 蓝的 绿的紫 都出了那种 特别形象的那种细节 写得特别特别精彩 但是我还举这个 林冲这个例子 因为这个林冲呢 你就在 这个水浒传的所有众多的人物形象中 我觉得林冲是写的最成功的一个 因为他写 写林冲 写到了就是林冲的 写了林冲的这种 他人物形象的成长过程 写到了成长过程 就是一个经典的这个 文学作品里边的人物形象 那之所以成功 我觉得他必须写到成长过程 不是说一开始就给他定性 就给他标签化 他必须有个成长过程 你看这个 这个林冲呢 就是 他一开始 他是一个 一开始是一个非常成功的 是吧 进军教头 法师兰进军教头 是一个 事业成功者 成功人士 他那时候 他还不像这个 鲁之生的话 鲁之生被贬到这个 大象国寺 北风大象国寺 他是一个进军教头 教头 然后这个 但是他的这个 命运的转变呢 就是 偶遇鲁之生的那一次 就是他带着他的 妻子 去上乡 去上乡 然后遇到了 衙内 对吧 遇到衙内 然后这个 那个时候 他是一个成功的人士 他脑子里可能不会 那个 他想到的是什么 他肯定想到的 第一个想到的 我觉得他 他想到的是 他的 他的事业 他当时的第一位 所以当 他的妻子 受到高牙内的欺负 然后 转过来 找到他 想要寻求他的帮助的时候 给他哭诉的时候 我们发现 诗南安写 林冲的时候 开始的林冲的细节 特别 特别好 特别真实 普通人都是 都会这样的 就是 你看他写 他写这个 林冲一开始说 哎 说有人欺负他 娘子了 他 马上 他这个义愤填膺 他说要 我要去教训教训这个人 但是他 一下子他 认出来了 这是高牙内 这个时候 他脑子里突然 这个念头 突然就降落了 他要去教训他 他要去打 揍他的这个念头 就突然就降落了 然后 他 你看这个 这个 南安写了一句 叫 仙字手软了 就说这个林冲 仙字手软 他手一下就软了 一下就软了 但是他怒气未消 只是怒气未消 一双眼睁着 瞅高牙内 他只能是用眼睛去看他 手已经动不了 这很自然 确实 确实很自然 因为他的高牙内 他老爹 就管着他呢 压着他呢 他怎么办 所以一开始 我们发现 林冲 通过这样的细节 我们发现 开始的林冲 他是 内敛的 隐忍的 他为了自己的前途 事业考虑 他是隐忍的 所以当 鲁志生 鲁志生不管那一套 是吧 他是一个江湖中人士 他管那一套 当鲁志生说 我要替他教训 那个高牙内的时候 这个林冲给 鲁志生说了一番话 他说 哎呀 这个人是 本官高太尉的牙内 不认得 我妻子 他给他找些理由 他不认得我妻子 所以才无礼 所以我本来 我也想打他一顿 但是啊 打了他的后果是 太尉脸上不好看 自古道是 不怕关 只怕管 他不也 高太尉管着呢吗 所以 林冲不可吃着他的请受 全切让他一让吧 但是 虽然他 忍让了一次 但是 这个细节 他妻子 他娘子被欺负的这个细节 你想想 一个正常的男人 他 心里 难道没有疙瘩吗 所以 他心中总是 闷闷不乐 很多 很长时间都闷闷不乐 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悲剧的开始 就是他从一个隐忍的 能够 能够全切让一让的 这么一个 一个进行教授 开始 他的命运 从这个细节 就开始 开始辨论 他隐忍 别人不会隐忍 是吧 道案内不会隐忍 所以 后来 通过一个又一个的细节 一个又一个细节 比如像 你看 他被陆迁所骗 误入白虎堂 给他 那个铺刀 是吧 误入白虎堂 然后 又陷害他 然后赐配 苍州道 直到这个时候 林冲 我觉得 他也是任命的 他也是任命的 他有一种无奈 无助 从隐忍到无奈 无助 忍辱地接受 然后 踏上了 赐配苍州的 这个路上 然后 然后又 一系列细节 比如像 这个野猪林 是吧 卢志森在野猪林 救他 然后又到了 山神庙 风雪山神庙 设计 要烧掉这个山神庙 烧死他 火烧草料厂 直到这个时候 直到最后的这个时候 你看 他的人物 这几个细节 一两串的细节 我觉得 为什么这个 经典作品 能成为经典作品 就是真的是细节 写得非常好 一个一个细节 推动故事 发展 当然 更重要的也是 推动着人物性格 一点点成熟起来 一点点丰富起来 一点点的力气来 所以到这个时候 他已经 知道自己无路可退了 即使你这么隐忍 这么忍让 你已经发配到这里 而且是 这么艰苦的那种生活 一个 他们都 不放过你 你还能怎样 你只能去寻死吗 所以他只能走上 反抗的道理 所以到这个时候 林冲 的人物形象 也完成了 也完成了 所以他成为一个坚定的 一个反 反抗者 一个反叛者 当然 我觉得 《水浒传》是一个伟大的作品 但是我 我觉得 还是有一些 我不满足的地方 我不满足的地方 就在于 林冲这个人物 因为我觉得林冲这个人物是写的最好的人物 当然这个 但是我觉得也不是很完美写的 就是 自从 林冲 上了梁山之后 他再也没有 独立的 这么大篇幅的 出来过 古老偶尔的 在 一场战争中 他 他去征战 然后拿下别人的手机之外 然后直到他最后 郁郁寡欢而死的 那个时候 他始终没有再 成为一个 主要的一个 形象 人物形象 再出来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 挺大的一个缺憾 就是 林冲 因为他已经完成了 他 之前的那种人物 性格的那种 塑造 而他之后的那种人物塑造 包括 宋江 要 一味的 是吧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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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顺朝廷 在这个期间 那个 大幅的 后半段 那个 过程当中 林冲的性格 其实还在往前发现 而 我们的作家 作者 就是他 没有写到 我觉得这是一个 对我来说 我觉得 可能作为一个写作者 一个 一个 一个通病 一个毛病 就是要 要看这个人物 完成度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完成度 有一点 切磅的地方 所以再 回到 我的 小说 我觉得 我这篇小说呢 也是 就是 这个小说就是要 这几个 这几个细节呢 这三个细节 其实就是为人物 而设计 为故事而设计 当然也是为人物 而设计 就是 我们说这个 第一个是 你看小青画像 小青 就是烧掉那个 那个画像 这个细节 小青 烧掉这个细节 其实它是符合 它的人物 人物的心里 内心的那种感受 因为它 作为一个那么 七八岁 八九岁 那么一小女孩 它明明知道 它没见到 母亲 它没有亲眼 见到母亲死去 而只是 它们大家猜测 它已经好几年 三五年 没有回来了 它已经 当然它也不知道 它母亲去干什么去 所以她 不愿承认 这个事实 不愿承认 她的母亲 已经 去世 这个事实 而师父呢 烧掉 这个 烧掉这个 这个画像 同样也可以 同样这个 师父烧掉这个 画像的这个细节 也是 把师父 突然一下子 好像 在之前的画像过程中 好像师父 好像跟这个 故事还没有什么关系 不就是一个画师吗 但是 第二次 第二次烧像 就师父烧掉 那个画像的时候 一下子让师父 突然就 站在了这个小说的 这个最前面 那么师父 内心是怎么想的 这个人物 也突然一件 就是 就让大家 去对它 聚焦起来 所以这个 这个细节的 这个安排 是为人物服务的 其实说到这个 人物啊 我们说为人物服务 细节要为人物服务 但是就是 那么如何 如何去为 这个人物形象服务 其实也涉及到 其实具体的写作的 一个 一个技巧也好 技术也好 这个 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说到 我最近在读的一本书 叫米亚科托的 这个入业的生影 拿了 拿了 路上还在查 入业的生影 是今年 今年刚出版的 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的 以前我也是 比较 对这个作家不太熟悉 这个 这个就看了以后 还比较 真是比较 比较喜欢他这本书 就是他 他就说 他说我们 总是讲不好 某个人的故事 因为人 每时每刻 都如同心生 人每时每刻 都如同心生 所以 没有人的一生 是单一的 每个人的 都会分化成 各不相同 不断变化的人 如何写人物 在 在这 在 在这个 这部小书截略 第一篇小说 叫《勾火》 很短的一个小说 《勾火》 因为我刚才 开始也说到了 就是说这个 他是一个 米亚科托是一个 白人作家 用葡萄语 葡萄牙语写作 当然他是 就是摩桑比克人 他亲历了 摩桑比克的内战 气眼目睹了 摩桑比克的人民 遭受的苦难 他第一个写的 叫《勾火》 《勾火》写的是 他大部分都 这个小说里边 大部分写的是穷人 可能在 在非洲 很普通的穷人 经历过战乱 内乱 战争 瘟疫 自然灾害的 各种各样的考验的 那种穷人 写的两个老人 写的两个老人 两个老人的儿子 或者死去 或者无法忍受 眼前的 目前的 他们所不得不 面对的 那种生活的 那种困顿 都离开了 只剩下老两口 老两口 唯一的家产就是 有碗 还有一个储 还有 他们睡觉的地方 然后这个 男人 老头子 我一身的病 然后他去 到森林里 去找 找寻一些吃的东西 或者找一些柴子 然后老太太看着他 从森林里出来 有细节 但是他写的都特别 是我讲述的 可能就是 一种描述性的 但是他在 他的这个 我可以给你们念一下 他特别有诗意 这个女言 你看 当他 他 他写的这个老妇人 他一动不动地 等待着丈夫 从林子里 回来 他的腿 承受着 双重的疲惫 道路年迈 而时间 久经跋涉 都是很 特别诗意的 这种 句子 比如说 还有 还有啊 那个 比如说 他 他躺在那里喘气 整条命 瘫在那儿 他把他身 身体当成命 整条命 瘫在那儿 被几根 上下起伏的肋骨 瓜分 在这片 孤独的荒地上 死亡 只是一次 简单的滑行 抑或翅膀的收缩 不像在别处 生命熠熠生辉 死亡是一场 暴烈的撕扯 都特别 每一句话 都特别有诗意 他写什么 这老两口 他看着这个 这个 这个 丈夫从这个森林里 出来 对 刚才说的 他的家产 只有碗 一个篮子 和一根杵 然后他看着 他瘦弱的 多病的 他 这个老头 从这个 这个森林里 出来 然后说 像一个影子 是出来 然后这个 他 这个老头 就给这个老太太 说 老太婆说 我在想一件事情 因为他 他浑身 病痒痒的 他太婆说 你想什么呢 他说 我现在 就要死了 我在想 如果我死了 没人 买你 再没有人 再买你了 我死了 怎么 没人管你了 成了 那谁 谁 谁给你挖坟 谁 谁买你啊 这老太婆 哎呀 你真是个好人啊 你真是个好人 然后这个老 老爷子就说 他就成了他心病了 他说我得去 找把铲子去 我得给你挖坟 我得给你挖坟 然后老头 然后老头就 去到村子里 可能是卖铲子的 这个小卖布吧 他就买了 用所有的钱 可能是买了一把铲子 买了一把铲子 回来 然后他就给 开始给这个 老太太给挖坟 这老太太说我还 身体还行呢 我还不那个什么 还不到死的时候 他说不行 他说你那个 你不到死的时候 我要给你挖 我就担心你 我死了 谁给你挖 老头很执着 很执着 他就写他挖坟的 这个过程 然后这个老太太就说 你一定要给我 挖得浅一些 不要挖得太深了 我要离地面近一些 我说好吧 就挖 挖然后 遇到了冲盆大雨 然后就描写他 这个 雨水 把他坟 怎么怎么 他挖 挖好的 怎么都给他冲垮 然后他又艰难地 去和这个雨水 去搏斗 然后这个老太太 老太太说 你不要挖了 那么那么 雨下的那么大 雨停了 这样 他不行 他不停地挖 然后 雨水过后 然后 这个老爷子 化烧了 他发觉自己身上滚烫 他说他 在烤着篝火 老太太太说 哪儿有篝火啊 其实就是他 他发烧了 他烤着篝火 而且 老爷子 一病不起 然后 死亡 他也没能 完成 他的这个心病 而老太太也 没有看到 那一团 沟火 小说的题目 就是沟火 就是这么 这细节 特别 争动气 也一步一步地 把这个人生的 那种苦难 在那片 荒极的 贫瘠的 土地上 我们与命运抗争的 与自然抗争的 这么两个 孤独的 多病的老人 他们的真实的情况 写得非常好 就是 刚才我也说到了 就是米亚科托 就是他 用诗意的语言 去写这种 这多 多残酷的一件事 是吧 要去挖坟 要给自己 还 身体还 很健康的 这么 老婆去挖坟 这么一件事情 他去用诗意的 语言 去了解 这个故事 去讲述这个故事 你就会感觉到 当诗意 与残酷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文学 真的是比 现实 更具有表现力 这就是文学 能起到的作用 真的是 文学能够让 看似 生老病死的日常 变得 复杂的文学性 变成复杂的文学性 当然还有更多的含义 所以我们叫 是如何去写 这是很重要的 如何去写 所以我在这篇 我的这篇小说里边 我写这个人物 我没有 全部让他出来 我刚才说到 我只写到了 小青 小青的舅妈 徒弟我 还有 我的师父 四个人 当然主要是写 师父画像的过程 明着写的是四个人 但是 案 案里 有两个人 一个是 父亲 小青的父亲 和他的母亲 这两个人始终没出来 只有在最后 在烈石陵园里 那幅画像 那幅照片上 才看到他们的身影 其实 那两个人物 同样重要 因为没有那两个人物的支撑 那么这篇小说 是不成功的 就是为了要写那两个人物 当然也为了写师父 才会有这么一些细节的安排 这是如何写 同样 在 就是怎么写 然后如何写 我们也 这个细节如何去写 就是写这个 因为这个 这篇小说呢 我这篇小说呢 主要的一个人物 就是师父 但是我 没有明确地告诉你 这个师父是谁 我只是通过 具体的几个细节 来写他画像的过程 确切地说是画像的 艰难的 与 凭 素理 画像过程不一样的 这么一些细节 比如 他第一 他一开 我说 往常 师父要画出一幅八开的人像 大约是一百天的时间 可是今天 我向小青 画像海口的奇迹 却迟迟没有到来 一天下来 他只画了鼻子和眼睛 把鼻子和嘴巴 一直到傍晚 漫长的作画过程 还未能结束 只留下一只眼睛 他再也画不动了 我看到师父的右手手背上 已经布满了秘密的汗珠 而我自己 也已经精疲力尽 依稀是跑了四天三夜 从来没有这么难 我的作画过程 就反复地强调 用 这个细节反复地去强调 这个师父 用师父画画的这个过程 去描写 其实是为了衬托 和描写 师父心里的变化 他心里 越来越沉重的 那种过程的变化 当然这里边 还有写到了 这些叙述的一些技术 比如说 刚才我也提到 言辞 言辞一笔的那种技术 因为我们 这个小说的 主要的 就写的 其实是革命历史的故事 但是 我没有 一句写到 提到战争 但是我是在 一些这个 一些细节 比如说 一些 词里边 句子里边 只是偶尔地提到 比如说 以前 偶尔能听到 远处传来的枪炮声 等等 就是遥远的枪炮声 终于来到城外 类似这样 就是 它是 就是小说 我觉得 它是有技术的 就是你如何去安排 这些细节 如何用细节 去烘托这些人物形象 它是有技术 这种技术呢 对于每一个作家来说 它都是需要 长期地训练 而且要一直地训练下去 因为每一篇 成熟的小说 好的小说 我觉得都是 要经历 你一生的 生活 要经历你 一生的艺术 摸索 去得到的 我看 时间也 也差不多了 留一点时间 稍微留一点时间 给同心 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来给我们做的这期分享 影经据典 从中外著名的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开始 然后会一直讲到他自己写的作品 非常详尽的一个分析 为大家揭示了一个小说 它是如何诞生的 我觉得其中呢 有两点 特别需要注意 一点呢 就是 在获取灵感的方面 老师讲到的 可以来自一手生活 或者是二手生活 但不管是 这个灵感来源于哪里 最终都要 落实到 你自己的个人体验上 从你自己的这种 在生活当中 所体验到的东西 加以沉淀 然后才能够 使得这些灵感 真正的作用于 你写作的一篇 一个故事里面 那这些灵感本身呢 也就是一个动机 很重要的动机 所以在这儿 还是要再三地 跟大家一个正续的 要多读书 并且要从书里面走出来 要多生活 那一个 画面开始 可以从句子开始 也可以从一个念头开始 当然不管是从哪开始 最终这些都是灵感 在一个故事里面的 具体迸发的那个点 最终还是需要 大家自己的精力 去触动它 那之后还还有一点呢 老师讲到的 也非常的启发我 就是我们当说到细节的时候 它并不仅仅是为了写细节 而写细节 而细节是为了 整个的故事服务的 那么整个的故事 是为了什么服务的呢 是为了它里面 最深刻的一个文学内核 我们称之为情感 称之为内核的那个意义的东西 那这个意义 为什么不能够直接地 浅白地说出来说 我这篇小说 我就是在写一个 什么什么样的故事呢 因为最珍贵的东西 是不能够直接演说的 它必须要通过故事 通过细节 通过人物 去慢慢地让人们 感觉到 感受到 经验到 而不是像写论文那样地 告诉你那是什么 这个是文学不同于 其他类型写作的一个 重要的区别 那总结部分 我就说这么多 把剩下的时间 同学们 我们可以跟老师互动提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追求完美 也达不到完美 做不到完美 我觉得这是一个 滤积一垒的一个过程 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细节 你如何应用细节 或者是如何你 创造出 属于你自己 个人的细节 一开始你肯定是不会太 很成熟 因为毕竟 我觉得一个 一篇好的小说 一篇好的文句作品 它真的是需要一个 刚才为什么我说 真的需要 一个作家一生去奋斗 一生去努力 为什么这样说 就是因为 你要不断地从生活中去集取 从艺术中去集取 而一个作家 尤其像这个年纪的 一个写作者 他要追求完美的理想 是必须要具有的 但是你追求完美的 那种准备 还没有充分 不充分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领域 就跟我一样 我年轻大学时候写的 现在回头看 非常幼稚 真的非常幼稚 所以你在写作的过程当中 在第一个阶段 积累 上升阶段 我觉得允许一个写作者 他有失败的时候 允许他有不成熟的 允许他在某些方面的欠缺 只有 当然我觉得 只有你意识到自己的欠缺 只有你意识到 你有失败的地方 你不如别人的地方 有你与经典文学作品 有差距的地方 只要你自己意识到 你要有清醒的意义 如果你没有意识到 你一开始你觉得 你已经很完美了 那就不要说了 所以我觉得 在你的写作的初期间 允许你去尝试 允许你去做 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的 选择 好不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不是秘诀啊 我觉得是自己的一些心得吧 我写作很慢 我写的慢 我写的慢 写作慢的 缺点当然有缺点 你写的慢你可能会写的少 是吧 但你写作慢的 优点也很突突 比如说你写一个短篇想说 你开始 你刚才说到了你的第一感受 第一感受是最重要的 我也是 你要尊重我的第一感受 为什么你不愿意 后来不愿意改 这是因为你可能会违背你最初的感受 你不想这样 所以我想写慢一点 写慢一点 你最初的感受是直接的 有的时候我觉得是本能的 你看到这个东西 它就是什么 有的时候它可能没有经过 你思想的过滤 或者是你思想的生活 尤其是文艺作品 其实它是需要反复酝酿 反复地在你 在你那个想法当中去 就跟生产作品一样 它需要很多的过程 它需要一个慢慢地升华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说为什么要写慢一点 写慢的好处就这样 当你今天你写这个细节 写这个这几句话的时候 然后一个想法可能是这样 但是你第二天写的时候 你也许在第二天之前 你又碰到了一些什么事 或者你又有什么感触 或者你看到了什么 或者你想到了什么 或者你从别人的这个作品中 受到什么启示的时候 你的想法我觉得会有些变化 所以就是文学就是写作 其实写作它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在慢慢地纠正出 纠正第一感觉 关注写作词 如果你有没有要想要 困难得没有 继续在这个肯定的 什么案内 写作词 听 我打到了 Ε党 有 机会 会 又 过 写作词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